幼儿园学生在清真寺完结婚 家家酒蜡眼镜 宗教副部长坐不住了 社交平台TikTok近日流传一个幼儿园学生在清真寺完结婚家家酒的视频引起热议 视频显示 小男孩给小女孩戴上戒指 小女孩随后用手捂住脸 并随着美国歌手拉西达的歌曲嫁给我下摇摆跳舞 视频中的所有孩子都穿着蓝色制服 类似于社会发展局Kimmers幼儿园的制服 阿莫马祖昨晚在脸书上批评称 他无法接受这段TikTok视频 尤其是在清真寺内 清真寺里的儿童 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 无论是排队祈祷还是跳跃尖叫 都应该是一个值得照顾的宝石 他强调 清真寺应该是孩子们学习知识和了解 伊斯兰教教义的地方 去清真寺的成年人应该为孩子们营造友好的氛围 而不是在孩子表现出超灵行为时 才斥责他们 即将在来届大选上阵的独立行动G.I.候选人兼人权律师西蒂卡辛说 若要纠正国家存在的问题 必须将对的人放进国会里 他在接受精彩大马专访时 畅谈有关他上阵来借大选的原因 并强调国会需要有一个不牵涉政党 及勇敢的独立议员为人民的利益发声 他说 国会是国家的心脏 而这个心脏无法有效运作 这导致国家治理 不善 腐败以及政策和法律的不明确 你觉得我为什么要参选 因为我已经厌倦了 每当挑起人民面对的问题时 政客却们看起来一副 漠不关心的样子 你知道 伊斯兰法修正案中 有多少糟糕的条例吗 例如 如果一个穆斯林没有参与周五祈祷三次 在斋戒月期间 不斋戒 不缴纳天克Zakat等 都会受到惩罚 许多马来人仍然不明白这些条例 已经侵犯了他们的权利 他说 人们必须明白 这些所谓的宗教条例 是由他们的国会议员和州议员通过的 他指出 这些国会议员根本不关心人民的福祉 且一般应犯规被逮捕的人 会是平民百姓 而不是那些制法的议员 西蒂卡星说 国会本该是传的掌舵者 带领着国家和人民前进 但如果国会议员 不按照法律和政策 说话或行事 那国家就会完蛋了 国会议员明明拿着丰厚的新筹 却无法有效解决真正的问题 这个国家的策划是最糟糕的 且基于贪污而落实了许多失败的政策 他说正因为如此 国会里必须要有勇敢发言的人 可以去挑战伊斯兰主义 甚至是挑战将条规强加于人民生活的政府 政府根本无权道德监管人民 所以我常说要投选对的人成为民选代表 当政府逃避课题时 就要这些代表不停追问 我不断重复这一点 是因为伊斯兰是属于苏丹的管辖权限 应该将此权力归还于苏丹 而联邦政府的职责是治理国家 以及推行正确的政策 西蒂卡星表示 独立人士可以说出政党不敢提及的课题 且要让人民意识到国会就需要敢怒敢言 以及不会惧怕惹怒选民的意愿 我本来就没有参选的意愿 但有人告诉我 我们必须向民众展示 像我们这样的人进入国会的重要性 最终一切还是选民的选择 他也解释 自己不加入任何政党 是因不想被政党的意愿和政策束缚 进而不能凭着自己的意识 在国会自由发言 我会继续发声 直至我看见 有一个政党能推出良好领导层 符合成功国家 及真正维护人民利益的政策 曾强烈反对在吉兰丹开设电影院的 一青年领袖 阿末法德里 应组团到吉隆坡戏院 看电影惹议 而丹州副大臣 拿督莫哈末阿玛认为 有人想借此机会 将此课题政治化 莫哈末阿玛接受封人馆的采访时说 丹州政府是依据当地的情况所需 才决定不开设戏院 但是州政府无权阻止人们去其他地方的戏院 观赏电影 他认为 没有戏院不是什么大问题 因为现在人们可以通过奈飞Netflix等更多平台 观看电影 如果没有影院 我们有像Netflix这样的家庭影院 且该平台上还有更多剧集可以观看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放大戏院的课题呢 反之 我看见没有太多人有兴趣开设戏院 因为如今世界已开放 且一切事物已数码化 即便没有这个政策 吉隆坡也有很多戏院 已经关闭 所以对我而言 这不是一个大课题 而且我们并没有 禁止人民进行娱乐活动或看电影 我们只是认为 丹州不适合开设戏院 吉兰丹人民都没有吵闹 因为他们可以看Netflix 为什么还要花钱去看电影呢 他强调 他强调 丹州也能接受好的电影和不违反伊斯兰法的娱乐 前提是要遵守州政府设下的条规 我们也有娱乐元素 只是我们也有规则和指南 我们没有阻止所有娱乐活动 公正党主席拿都斯里安华 与烈火墨西公主努鲁伊莎 和后任熟理主席拉斐兹 共同用餐 拉斐兹在复出后 频频抨击公正党在过去的选举表现 引起内乱之嫌 安华在脸书上传三人共餐的合照 让公正党内部暗潮汹涌的传言不攻自破 他指出 本身昨日与拉斐兹和原任副主席努鲁伊莎会面 除了闲聊 也商讨巩固公正党的议程 昨天与拉斐兹和努鲁伊莎见面 一边聊天 一边讨论巩固公正党的议程